我認為是有變化的 因為過去的十幾二十年 真的比過去三四千年變化了很多 但我又不太相信 那十幾二十年可以改變幾千年的基因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 為何人會長逢這麼多 就是因為我們的醫療服務好很多 這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為何我要說這件事 就是我覺得青少年人 其實現在青春期已經做了來 因為環境很大 但在身體內應該有 那些荷爾蒙的改變 青春期會出現的東西 有體毛、有暗瘡、脾氣 可能會暴躁一些 那些事情基本上應該也不會太大 但轉得很快的就是我們身邊的環境 這件事其實對於一個人有很大影響 以前我們看一個人 尤其是心理學看一個人 很注重他的心理 或者他的腦 怎樣想 但現在我們開始覺得 這樣看太過個人化 我們有些模特兒 所謂的theoretical model 基本上是包了四個圓圈 第一就是你自己 跟著你身邊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學校 跟著你的社會 再包含到世界 我們這個叫ecological model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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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